董事长在俄乌战争的时候 你说俄罗斯的武器 中国的武器惨了 因为真的在战场上较量的时候 你跟北约的武器 你跟美智的武器 你完全不是同一个等级的 现在问题真的出来了 中国这两年其实一直在努力 卖他的所谓的武器 卖他的红旗酒 卖他的骁龙战机 卖他的飞弹 结果他现在这些东西 卖不掉了 他这中间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他的经济状况出问题 所以过去是一带一路 所以他有这个经济援助 再加上军售 这两个 所以其实他过去卖武器 某一定程度来讲的话 不见得是收到钱的 所以他是两手的策略 在做这个事情 那第二点是 俄乌战争 就像你常讲的 最坚实的同盟 是武器同盟 对 因为主要军售 他的概念 不是一个武器的销售 他基本上是有一种联盟的关系 或是你讲的同盟的关系 所以他里面很复杂的这种东西 而且卖到什么程度的武器 然后看你的敌人是谁 然后我要得罪人到什么程度 这中间有非常大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藤挪的空间 你知道吧 然后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 就是他在俄乌战场上的表现 整个舒适武器的精准度 已经造成外界的质疑 对 像这一次你看到伊朗 所有发射到以色列的飞弹里面 据说啦 有百分之五十的飞弹 在中间就已经掉下来了 中间就掉下来了 有很多飞弹你看到 它是 结果掉落在飞弹 有些是在 伊朗的城市里面嘛 所以表示它本身的设计跟构造 都会出问题 这是让它目前 整个在技术上面出问题 那在 那在第三个方面就是 这个西方现在欧盟全部一起在增加 包括亚洲 在增加它的军事预算 他买武器是要干什么 对付谁呢 对付俄罗斯嘛 在欧洲是对付俄罗斯嘛 亚洲对付谁呢 中国 对付中国嘛 那这被敌我关系 现在非常明确了 被东西方两边的对抗嘛 所以他的盟军的盟友的立场先划线 对 划线之后这才是下面第二个层次 才是我所谓的军事的预算的消化方式嘛 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它现在很多海外的订单 开始被退货了 对 因为你要在哪边了 对 第一个 选边站是个关键问题 所以整个的大的战略的气候 也逼到它开始要让步不可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话题不设限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等你来上线